发展台东县艺文特色 盛政府办理了2011年校园新传 一期展风华原住民族表演艺术的成果展 有八所示范学校 来自兵茂、碑南、新生国中 以及信义、安硕、太平、介达还有加拿国校 依照各地区的原住民族群特色 成立了学校音乐、舞蹈、戏剧来建立 一校一团的特色团队 让这些校园的天分可以充分展现 那今天最重要的就是给予一个舞台 让原住民部落的小朋友有一个表演的舞台 私会信心也让他们的艺术文化可以获得成长 校园新传一起展风华 这个活动就是表现每一个县市的特色 因为是在我们台东县来讲 原住民文化的族群文化非常丰富 那民间的力量也无限大 那我们借由这个桥梁来泡砖影域 然后把一些政府的资金投入到各个重点学校 然后让它去发展 果然在11月25号星期五的晚上七点开始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往欣赏 他们也展现出别具心裁又具有创意的舞蹈表演 结合了戏剧更让观众看得入神 从小扎根不论是国小国中同学的表现都非常的好 相信可以让文化艺术传承达到最实质的效果 东台宣布张家伟采访报道